你敢信吗 这个优雅的女人 竟是赫赫有名的神偷 老头还以为她是个小白菜 为了考验她的技术 让她去偷一件宝物 女人点点头 走进了一家古董店 老板从桌子底下掏出东西 女人拿起来瞧了瞧 一眼就看出来这是赝品 不过老板却说这笔真品还值钱 没有20万美元她不卖 小泽盈盈感觉蹊跷 她笑着拿出信用卡付钱 没想到对方不按常理出牌 你到底懂不懂规矩 这里只走现金 小泽连忙向她道歉 然后趁她不备 花瓶底部有一个黑色芯片 小泽带上芯片逃了出来 可是哪有这么容易 店员追了出来 老头一拳将她打飞 猛踩油门启动汽车 再来个急转弯将对方甩了出去 慢了一拍的老板连连开枪 但为时已晚 两人劫后余生 小泽好奇这是什么东西 老头说是贝德福宫的安保系统 这座宫殿在圣诞夜会展示 补埃及的黄金面具 而这就是他们接下来的目标 在老头家里休息一夜后 两人设定了严密的计划 除了练习红外线 还自制了一批炸弹 炸弹的威力 爆炸声音 都需要精准控制 圣诞节这天 小泽精心打扮了一番 可谓是倾倒众生 两人参加了贝德福宫的圣诞舞会 按照上面的大钟 较对准彼此的手表 接着来到展览厅 只见黄金面具泛着光泽 粗略估计至少有9.9星 老头假装帮小泽整理裙摆 偷偷在地板上安装了一个定位器 舞会结束后 所有宾客离开 贝德福宫正式闭关 而两人潜入了湖底 当年公爵为情妇挖了一条暗房 如今被改建成了这个人公壶 割开一个铁窗 进入暗道 成功来到宫殿正下方 在找到面具的位置之后 老头拿出了四根微型炸药 装在地板下 然后利用午夜12点的钟声 掩盖爆炸声 正好炸出了一个小方块 再将气囊充满气 悄无声息地接住它 老头用杆子一点 引起了一块地板砖 在上面放好监视器 接下来就是小泽的表演时间 他从下面钻了出来 在地板上蠕动着 老头则扫描着红外线 随时给他指令 一切是那么顺利 然而警卫已经往这边走来 小泽终于来到面具前 果然这里还有一道红外线 他完美地避开 然后输入早已通过美色换来的密码 打开了玻璃柜 小泽用刀子轻轻将面具取走 同时按住下面的压力感应器 他从嘴里拿出一块口香糖 粘在上面 一切是那么完美 此时警卫已经来到这边 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黄金面具居然被替换成了大马猴 整个背负德工一阵躁动 而两个小偷已经从水下密到桃里 小泽非常开心 可他刚浮出水面 又被老头按进了水里 原来他已经知道 小泽其实是保险公司的卧底 在他身边是为了掌握他盗窃的罪证 小泽可怜兮兮地解释 他并非真心为保险公司效力 只是为了获取某些秘密情报 黄金面具只值5亿 还有一笔更大的单子需要他的帮助 能拿80亿 老头好奇这是什么项目 小泽带着他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 原来他真正的目的是 偷双子塔上的这家银行 银行老总名叫老王 想要进入银行的控制中心 需要经过两道关卡 密码和老王的视网膜 密码小泽早就通过美色搞定了 而视网膜则由合作伙伴帮忙 报酬就是那个黄金面具 此刻老王应该正在医院检查眼上 小弟们偷偷将他的视网膜数据 拷贝到一个黑科技眼镜上 最后还要砍银行的半 几天后千禧年倒计时 银行会关闭电脑30秒做安全检查 只要在这段时间黑镜系统就能达成目的 听上去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但老头有一事不明 即使顺利进入银行控制中心 那谁的账户里有80亿呢 这时小泽拿出一张磁盘 他在保险公司待了5年 就是为了得到这些VIP客户的账户资料 到时从每个账户中转出少量资金 分分钟就能凑出80亿 经过几天的准备 一切已经就绪 此时距离千禧年只剩一个小时 两人开始行动 这座双子塔共有88层 老头伪装成工人 在5号电梯的线路上安装干扰器 随后跟小泽一起走进了这部电梯 到达70层之后走了出去 误导安保人员 10秒后干扰器生效 5号电梯的监控画面进入了静止状态 两人趁机返回电梯 来到了86层 这就是控制中心所在的位置 走廊上有一道激光防护 老头在背后抱着小泽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走 不是说工作时间不准谈恋爱吗 来到门前的密码所 老头拿出指纹刷解读出密码 顺利进入控制中心 小泽戴上视网膜眼镜 连进中央处理器 开始盗取全球各地的账户 外面的人群正为千禧年倒数计时 而两人账户里的数字蹭蹭上涨 接下来是撤离这里 小泽忘了点击安全弹出设备 随手拔掉数据线 触发了机防警报 两人赶紧逃走 保安立刻反应过来 5号电梯正在运行 可监控画面中却什么都看不到 显然是被人动了手脚 嫌疑犯就在里面 他们迅速切断5号电梯的电源 来得瓮中捉鳖 老头只好撬开门逃了出来 两人准备走楼梯 但保安反应迅速 在北边释放了催泪瓦斯 然后从南边靠近 来得左右夹击 老头反其道而行之 带着小泽屏住呼吸 一头扎进瓦斯中 两人打破窗户后逃到了阳台上 老头紧急启动B计划 打算通过悬挂的钢丝 爬到对面大楼的通风管道中 两人在细细的钢丝上行走 一旦踩空 便会从400多米高空掉下 这豆腐渣钢丝 小泽果然承受不住两个人的重量 刚爬到一半 这要说没有主角光环 我是不信的 晃荡过程中 小泽的微型降落伞掉了下去 两人重整旗鼓 拼尽全力往上爬 终于到双子塔桥梁的中间 刚上来就被直升机包围 对方想要活捉 一时不敢开枪 老头便毫不顾忌地逃跑 带着小泽冲进通风管道 可现在只剩一个降落伞 老头绅士地让给小泽 表示自己有办法脱身 和他约定明早在车站见面 说着就把他推了下去 片刻过后 小泽从下水道中爬了出来 他终于重获自由 他按照约定来到了车站 却迟迟没等来老头 就在他失望之急时 老头突然出现了 小泽兴奋地冲了上去 满脸的喜悦 可是老头却一脸严肃 原来他带来了FBI的人 以巨额盗窃队逮捕小泽 老黑好心给了他们一分钟的时间独处 老头这才说出了真相 两年前他不慎被老黑抓到 而被释放的条件 就是协助诱补小泽 小泽正一脸的震惊 但接着老头话风一转 说他把70亿美元还了回去 老头偷偷将护照放进小泽口袋 小泽立刻明白了过来 趁着火车进站 他挟持了老头 然后在车门关闭的一瞬间 跳上了火车 其实老黑早就发现老头的意图 但他没有揭穿 因为两人之间已有交情 老头拿出四个超级芯片 每个价值500万 老黑看了看四周 悄悄揣进了口袋 老黑离开后 老头落寞地坐在原地 就在这个时候 小泽突然出现在了对面的月台上 他决定要继续和老头搭档 从此两人过上了没羞没骚的幸福生活 老黑